好了,今個禮拜的《義氣服人》裡面呢,我們就講了兩套電影,第一套就是《用心盼》,第二套就是《影武者》 如果大家有看過《影武者》一篇文章,都知道其實拍攝這套電影的時候,是遇到很多困難的 首先有資金的問題,然後取經拍攝又出現了問題 而最後我也有提到,就是黑澤明原本想要聖身太郎來做《影武者》的主角 因為大家不知道誰是聖身太郎,如果你們有聽過《萬合座》的一個角色 其實聖身太郎就是適見那個角色 在拍攝影武者的時候,黑澤明和聖身太郎就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衝突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他們開始拍攝的時候,聖身太郎就帶了一隊的攝製隊去片場 黑澤明覺得很奇怪,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聖身太郎就說,因為他想自己在這套電影的表現好一點 於是他就帶了一隊攝製隊來,他們就可以一邊拍攝著他的表現 然後可能他們拿回家就可以自己去檢討一下 但黑澤明就說,不是喔,其實我是這套電影的導演 你的表現是怎樣,最重要我就可以給你一個意見 我就可以給你一個feedback,告訴你怎樣 但是呢,聖身太郎他堅持是需要攝製隊去拍攝這個電影的 所以到了最後呢,他們兩個就發生了很嚴重的衝突 當然,故事最後的結果呢,就有兩個版本 一呢,就是聖身太郎他自己是退出了 另外一個呢,就是黑澤明炒了他 那至於哪個版本是真的呢,就無從得之間 因為呢,兩者都沒有出來澄清的 那其實這個情況呢,可以說就是黑澤明他自己本人的羅生門 影母者這套電影在電影市面上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黑澤明在這套電影裡面呢,有很多很伶俐的影像 那在我的文章裡面,我也有說到 他用一些很色彩,很鮮豔和很伶俐的影像呢 其實背後呢,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的 而另外我也有說到在這套電影呢,關於理想和現實兩者的對比 那在這裡呢,我想另外再說一件事就是說 影母者這套電影呢,攝影技巧呢 其實是很厲害的,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黑澤明在這套電影,在攝影那裡呢 他用了運用的構圖,即所謂叫composition呢 是非常之高超的技巧的 那其中一幕呢,是很出名的一幕呢 就是說,在一個有陽光的地方 那而當時呢,那個畫面呢,就分到兩個部分的 上面的部分呢,就是拍過很多,就是可以往千軍萬萬 還有很多士兵呢,就在慢慢走著 而下面呢,比較接近鏡頭的那部分呢 就是有很多的,即有好幾個士兵呢,在休息著 那他們原來就是在這裡,即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即是在這裡,即是在這裡 究竟說,武田信願,即是他們的大將 是不是說死了呢,因為有個遙遠呢 已經在到處傳著了 這一幕呢,厲害的地方就是說,因為呢 他用一個,即是很好的運鏡呢 就令到可以將很多個不同的二元對立呢 同時呢,就是展現了在這個畫面上面的 首先就是動靜,動當然就是說 那些的士兵,即是上面的士兵 都千軍萬萬在這裡慢慢走著 去他們的目的地那裡 而下面呢,剛好呢,這些比較近我們的士兵呢 就是在這裡休息著 即是他們比較靜態地休息著的 那而遠近當然就是遠的地方呢 就照到那些士兵 因為陽光呢,是畫面的背後 那所以呢,雖然那些 暴行的士兵呢 是比較遠一點 但反而呢,他們就照得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近的地方呢 因為呢,陽光是照不到 我們在這裡呢,所以它就陰暗一點 那所以我坐在很近的地方呢 我們就見到沒有那麼清楚了 那你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其實是在,其實在這個電影上面呢 是一點都不容易去拍的 因為你在同一個時間 要將那麼多個不同的Quality呢 在同時放在同一個畫面上面 所以呢,其實我們在看 譬如說影武者這套電影呢 我們都可以學到很多的攝影技巧的 好啦,那上次呢 我又有講到關於又想介紹一本的書 其實呢,那本書呢 就叫做中西生死哲學 那雖然呢,那個名字一聽下去呢 就好像很沉重的 就好像講到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不是的 那本書純粹呢,只是想說 教我們怎樣去面對生死 即是一些基本上每個人都會面對的問題 那裏面應該有介紹很多 譬如不同的宗教 譬如佛教啊,基督教啊,或者道教 以至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教 還有就是譬如不同的哲學家 怎樣去看生死問題 怎樣用他們的哲學 人生哲學去看生死問題 那你呢,其實呢 整本書的資料很豐富 那但是呢,它又寫得很平易近人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其實都是值得一看的 那我們今次呢,就可以講到這裏先 而下一次呢,我們就會講 是黑十明的亂電影的